大家好,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4月22日的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先生 还有马来西亚的全能战士大马长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还有澳洲熊仔饼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小白红社长纽西兰的Raymond Wong 欢迎大家好 好了,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梦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说一下这个都算是传奇人物 就是这个叫蔣雅敏,他嫁了去台湾 当年一个人就勇闯去了台湾 放下身段,由这个炸鸡排做起 因为目标希望当时没什么人认识他 好了,他就认识了 后来在台湾认识了一个当地的 都是社长,他就是一个出版 还有一个相当多广告饭数的 他的老公就叫朱京康 他搞的广告企划都相当不错的 有些都忙过,有时跟大家分享 一会再跟大家聊聊聊 好了,他们后来就结婚了 其实都挺低调的结婚 后来结婚之后呢 终于七年了 初来都以为好像没什么吧 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忙 因为再之前的时间呢 他们也有在台北那里呢 就搞了一家叫做心地日常的 当然啦,他们那个心地日常呢 卖得都颇为贵的 横街还贵过正街 有些比较出名的 贵差不多接近一倍 为什么我要你来这里吃呢 因为有明星效应 有什么人认识他的 其实在台湾 我想在香港也不是真的有很多人认识的 嗯,是 我认识的 因为其实我认识他以前的 搭档两位一位人兄 就叫你日朗 因为他哭桑响唱这个傻女 其实之前他都算是挺英俊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Miko 就是希儿 没错 好了,七年之后呢 忽然间告诉大家 他们两个已经 婚姻斩揽已经是离婚了 大家都觉得很出奇啦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老公 就是这个 朱生 朱社长 朱社长 因为他有时用日本的名字 很容易撈乱 那么他都说 其实都过几月前的事来的 这件事 很多人都说 社长你老婆呢 其实都不是的 他觉得有点点奇怪 那么他听到 Mandy这样说完之后呢 他接着都补了一票 他都挺有趣的 他说什么 我和店娘 就是这个老板娘 就先休息了 那些 那么他最近呢 那个Mandy呢 自己呢 都走了 就一个人走到台中那里呢 就拍摄了一个 单人的婚纱照 就说得都挺特别的 他说呢 想为自己的这个身份呢 就留一个纪念 那么 拍完之后呢 就说 订了 去花年的车票了 也都开始自己的 叫做新生活啦 那么当然啦 都会说自己一系列想做的 或者打算要做的 还是这样那样啦 不要紧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 不要说他这样做好不好 好远不好 他自己才知道的 好和不好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外人就没理由加一脚的 都挺特别的 他是穿着婚纱讲离婚 就是 又好像 有点心酸那样啦 就是他那段文字 都好像 你看到那段文字就好像 挺坦然的 不过呢 也都透露了很多东西就是 原来这件事情呢 也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没错 可能时间久了 可能有些问题 慢慢都叫做浮现了 你看得出的 其实两个呢 那个个性都不是很 有去尝试叫互相叫做 配合的 就是起码呢 都有搞过那个在台北 搞服装店啦 还有那个甜品店的 那当然啦 说就说两个一起搞而已 但是始终呢 我们刚才都说了 他 他老公呢 朱经红呢 都是社长来的嘛 他出书呀 那个编辑那方面的问题 都是很多 例如可能搞不同的广告啊 例如 超市里面有咖啡 有咖啡机 那个咖啡机呢 都做了一个品牌出来的 这个形象都做得挺漂亮的 那这些也是花很多功夫和时间啦 很明显啦 如果可能有些网友都不是很清楚 其实他老公这位 朱社长呢 都十分之有钱的 所以会不会其实都是 他有份打本 给他开这些服装店呢 还有这些甜品店呢 基本上呢 我想都 十不来 八九的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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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当然是捧得他很高啦 说过到去啊 啊 立刻啊 可以开展到新生活啦 不会死的啊 啊 不是啦 他当时很惨的啊 如果不是 认识到这个 那么 那么 有些之前的社长呢 那不是说我们社长没有钱啦 这个 这个 认识了这个 朱社长那么有钱呢 那么他才叫做 可以说 搞得到自己的 叫做服装品牌 和甜品店啦 他后来呢 因为那个 刚才我都说了 那个甜品店呢 都不是那么好搂啦 嗯 就说每天呢 损几千万 那么一个月 一时损了 可以损成 啊 十几万的啊 那么十几万对于他们来说 都叫 都叫多啦 那么后来 没有搂那家甜品店之后呢 他在去年的年中 其实呢 已经有跟 啊 朱社长呢 就说 喂 不如 你要你的生活 我那个磨碌啦 好吗 哦 因为他想着呢 就想去回 叫做花莲啦 想在花莲 就再搞多次 那个甜品店 还有呢 那个Mandy 那个父母呢 都住了在花莲的哦 那么身体又说 叫做出现了一些问题啦 啊 当时有些网民都问他 喂 你们两个分开两个地方来到工作 是协议了没有呀 会不会有忧虑啊 还是怎么样啦 那么跟着Mandy 也有回复的哦 哎 怎么说好呢 他是留下呢 或者是 还是你跟我去呢 究竟他留在台北好啊 还是你跟我来花莲啊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呢 他说他们呢 都曾经以为呢 能够改变到对方 那就麻烦了 其实 一般来说 改变到对方 就是最麻烦的 因为呢 基本上是不行的 还有呢 他呢 就是 我这集的题目呢 其实就想说三个字 他觉得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觉得 为什么我要陪他在台北这么久呢 他说呢 曾经陪他老公啊 在台北啊 for long time啊 那么现在 他老公应该陪他 去花莲 久一点 当然他老公没有啦 很难的 因为他老公呢 牵涉了那些 不同的 叫做 因为这些project都算不错 就是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这样去做 因为他本身这个 朱社长呢 自己呢 都是一个 挺有个性的人物来的 那他自己拌下去 做啊 还是怎么样呢 是整件事 你很难叫他脱身的 你不做 你整个团队呢 是不是 那接着Mandy都说啦 究竟以为可以帮 叫对方改变啦 但是呢 真实的人生呢 就不像这个偶像剧嘛 是不是 他说 做回自己呢 才是 对大家最好的选择 还有才是最懂得 去爱自己的 这样呢 才会令到自己呢 叫更可爱 那如果你问我呢 他们两个这样叫分开 他们现在其实都说啦 其实大家都叫保持到 一个好的关系的 也都说过啦 是既然去到这一刻啦 都说算是呢 大家遇上了对的人 起码都不会说互相 互骂那些啦 没有啦 或者完全不说 究竟当中发生什么事啦 你看到宋仲基和宋慧桥呢 其实到现在是一个迷来的 是不是 那究竟谁是谁非呢 当然大家都想知道 不过他们都没有 没有会说出来啦 那 如果觉得 去到一个位子 大家都不能够互相去 好好地生活到的 那么他们放弃呢 一个 你有你的生活 我我的忙碌 其实都 都是一个好的决定 我觉得 你说公不公平呢 其实 很难的喔 是吧 就是很难半斤八两的 要有其中一方牺牲的 他们的情况啦 嗯 是 如果你觉得 对方不来 陪你付出 同等的付出 就是不公平的话 那 唯有是分开啦 是啊 都好过 你又觉得辛苦 他又觉得 他又看见你很辛苦 然后你又骂他 他又骂你 然后你又不妥他 他又不妥你 那倒不如 你 尝试一下大家 各自各生活吧 那看看行不行呢 又不用太过 夸张的 不过呢 我要公平一点 说句呀 那我见到 可能有些人会批评 哎 喂 是不是台湾的 男人会怎么怎么怎么 或者是香港的 女性又怎么怎么 我们不要纯粹 不要用一个 这样的 假设呢 就将 香港的女仔 或者 台湾的 男人 这样去定型先 就不要一触干 打掉全部人先 这个是很紧要的事来的 每段感情都不一样的 所以很难定型 是啊 很难的 不过这么说 你看到 其实两个都是性格巨星来的 是啊 我觉得那个 蔣雅文好像都有一些极端 我记得之前 其实我不认识他的 但是之前我看过 立场就访问过他 就说他有关他的 政治取态那些东西 不是他有件事很够僵的 他是呢 他去了台湾 当然 他本来是 若生的那间公司 去了台湾 学习半年 直接在台湾留下 就不理 不理香港的事宜 其实好像不是那么好 他说想重新开始 不过都要这么说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他去英皇里面 遇到什么 遇到什么难堪的事 好似想当年 那个 容祖宜 那个那个叫什么 他那个叫Manny 是 没错 那Manny就说 喂 你现在 立刻跳舞 给我看 就是他说 我排好过没有 那你立刻跳给我看 哇 这有大庭广众来的 整个办公室就说 不是呀 你跳吧 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要求 那不是每个人受得到的 那容祖宜觉得OK 那就跳给大家看 大家指手画句也好 什么都好 因为那时候他没开始 没有叫那么红的 就会有这些情况出现 那如果蔣雅文当时 会不会受到什么气 还是怎么觉得 喂 我直接我不想再被人知道 我就叫做 什么英皇三痴 蔣雅文 所以索性就走了过台湾 炸鸡排 还是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重新做人 他说 当时他都说 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 再重新开始 那当然 你没有人说 完全不认识你的 他那个前夫 朱社长 都是因为这样 才知道他的存在 还有知道他过去 大概是怎么样 是的 两个都是性格巨星来的 都比闹到什么 这样分开的 他那个前夫 都算叫陪过去闯荡 搞什么心底日常 还是怎么样的 大家相扶相承 不想补一下飞 走下位都有的 是 不要嗑窄 两边都不要嗑窄 这些其实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来的 你看到蔡雅雯就是很喜欢乡郊的地方 他说 怎样都好 人生都会在花莲过 他这么说 不知道将来怎么样 其实他老公做这些商业行为 那当然在台北才能做得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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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实 他那时候搞那个 去到花莲搞这些冰店 什么服装店 不是不行 很难 就是你老公做开那些 你一叫他 以后都是做这些 是吧 开一间冰店出来 每天只是 煲几包红豆 然后煲这些 刨几个冰 好害怕 我看到这些 生活的那个习惯不同 很难的 当然有些人想 归隐田园 因为那个时候 Mandy去到 有一段时间 都说在台北 搞那些时装的时候 都觉得很有压力 又是什么皮肤病 又是 臉有狗狗 还是怎样的 后来 就说减压了 宁愿自己做少一点 还是怎样的 来到没有了 那个精神那方面 让自己身体出现问题 那一好 可能都怕自己会复发 还是怎样的 所以可能叫做 选择去 做些 开心一点的工作 是吧 是了 所以就可能会去花莲 就是小小的 不饿死就算了 那就两件事了 是吧 不如这样 我们今节暂时在这里 对于他们的东西 跟大家有个小小的分享 有个看法 好不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